一般人一聽到世界末日 第一個的想法就是想要找一個避難所 讓自己的身家安全可以保護到 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卻在找什麼 找那末日的救世主啊 這些人到處找啊找啊找 找到最後真的找到了一位佛頭轉世的救世主 而且這個少年他是在尼泊爾呢 對 一般我們會稱救世主 可能會說什麼我的上帝啊 Oh my God 或什麼我的活佛啊 沒錯 在尼泊爾呢 當地的人把他視為救世主 因為他們認為他就是活佛 那因為他年紀不大 他才22歲 所以他是小活佛 小佛陀 那我跟各位講 你現在看到他有沒有 哇 這個頭髮這麼長啊 然後看起來這個蝙蝠不修的樣子 是因為他一直都在打坐啊 他怎麼去有辦法修蝙蝠呢 是不是 你知道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打坐嗎 什麼時候 他今年22歲 他七年前十五歲 立剛 什麼 十五歲就開始打坐了 是 2015年10月的時候 據他家人轉述 說他有一天突然跟他家裡有人講說 爸媽 不要吃肉 不要殺身 不要喝酒 我去打坐了 就這樣 就他交代完他最後的跟他父母想要講的話 是不要吃肉 不要殺身 不要喝酒 他就去打坐了 他就跑到一棵樹下 然後那個打坐的那個姿勢啊 就仿佛什麼 仿佛2500年前我們的釋迦摩尼佛祖呢 在菩提樹下打坐的那個姿勢一般 西岩泉543年 大家還記得嗎 釋迦摩尼佛在葡提樹下打坐 打坐的相當於我們春秋時代 結果大家看到說 哇塞 2500年前的景象竟然現在被我們看到了 好啦 那你一定會說 那這樣又有什麼神的 誰不會打坐 你也可以去打坐啊 對不對 我告訴你 神的來了 他打坐可以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十個月 十個月不吃不喝怎麼活下去 我知道你聽了你一定覺得很不可思議嘛 對啊 怎麼可能不吃不喝十個月 來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你先看看他打坐的那個姿勢 會不會讓當地的民眾去跟到釋迦摩尼佛做一個聯想 所以才說他是小佛陀 而且不吃不喝還不用扁受 連廁所都不用去啦 好 這個事情被當地人列為神機 當他在打坐的時候附近還要拉封鎖線耶 不能讓任何人靠近耶 好啦 那這個事情傳到西方之後什麼 Discovery 你知道Discovery是一個最ticky的頻道 一定要來查證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嘛 而且製作人心裡還互相討論說 不要說十個月啦 我們就去跟查一個四天 擺個四天攝影機 駕著看就知道 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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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機不准不准turn off 你就是給我一直錄 看看他到底有沒有吃 喝 或者去上廁所 答案揭曉 嚇死你 Discovery也嚇了一跳 四天事業 真的沒有吃半點食物 沒有喝半滴水 也沒有去上廁所 而且還經過驗證 因為Discovery24小時拍 拍了四天了 對 而且甚至還有呢 這個所謂的醫生 近距離去觀察他 大約在五公尺外去觀察他 發現他的生理狀態良好 還有一個 有人說那時候溫度很低 他還可以自然發熱 所以他不怕冷 最恐怖的 讓我覺得聽了很震撼 頭皮會發麻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可以再打坐 打坐到一半的時候 他身上穿的那個袍燒起來 燒起來了 對 那你燒 這個 這個 你看 有沒有 燒起來 燒起來會燙吧 對 我們先不管說他為什麼燒起來 那已經很懸了 燒了會燙吧 你看他有在怕燙嗎 他還很淡定的坐在那邊 他很淡定對不對 他不怕燙就算囉 好 然後不怕 為什麼燒已經不知道 然後他還不怕燙 那就算囉 他還不怕被蛇咬 他曾經有一次被蛇咬 結果旁邊圍觀他打坐的人覺得 他被蛇咬了怎麼辦 怎麼辦 他說 大家就說沒關係 他是小活佛 看到他最後會怎麼樣 來度過這個難關 五天後他出來說話了 他說 對 我被蛇咬 不過沒有關係 我會自己變好 我只要繼續打坐就可以了 我繼續打坐六年 他竟然說了六年 我一聽所有人都聽得下 沒有錯 那就是他後來第二次打坐 他就花了六年 你就會發現說 這樣的一個神機 當地人視為神機 你剛不是提到認證的部分嗎 對啊 我跟你講 在西藏的活佛轉世 這必須要有高深的認證 他沒有 所以目前這個狀況到底是如何 他的位置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 我們沒有辦法去界定他 不過光是我剛才講那段故事 就已經讓當地的人 嘖嘖稱奇 視他為末日就是主 許多人聽到輪迴轉世 都會覺得說 真的有這樣的狀況發生嗎 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並不是相信的 在美國呢 有一個兩歲的小孩 他在跟父母親的言談當中 父母親發現 有點不太對勁 因為呢 這小孩的言談中呢 有些行為舉止 像什麼 像一個二次大戰的飛行員 所以呢 就要查證說 他是不是二次大戰的飛行員 投胎轉世的 2001年5月 小詹姆斯他才兩歲啊 立剛 兩歲的小小孩 突然睡到半夜的時候說 飛機著火 小哥逃不出去 逃不出去 這樣子 做夢嘛 好 那你這個做一次講 就算了對不對 對 隔幾天又來了 講一樣的話 飛機著火 小哥逃不出去 他看電視看多了 又抓又踢 就一直好像有一種 想要爬出什麼什麼地方的 那種感覺 你就覺得很奇怪 好 父母他父親 重複做這樣子的惡夢 而且叫聲非常淒厲 他中間一直有提到什麼 Jack Larson 這是一個人的名字 他們不確定 好 還有 納托馬灣 這是什麼地方 是一個地名嗎 Corsair 海盜式戰鬥機 這個他們就比較知道了 你知道 這是二四大戰的一種戰鬥機 他就想說 這些東西到底跟他的夢境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夫婦倆聽出來 湊出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接著 小詹姆斯就畫出什麼東西 畫出這種 好像他在夢境裡面所看到的東西 就畫出來有飛機著火 戰車著火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還有人在從飛機上跳下來 對 還有人在飛機跳傘 OK 就慢慢的 他能夠在夢境裡面說出 是一個叫詹姆斯的人 在硫磺島戰役中 他因為架機被日本戰機給擊落了 掉到海裡 就不幸殉職之前 曾經要爬出飛機的機艙 卻一直爬不出來 他可以 兩歲的小朋友 把整個故事完整的講給你聽了 他爸布魯斯嚇死了 他認為說不可能 就算是在怎麼 他這個小朋友 再怎麼天才 都不可能會知道這麼多的細節 對不對 對 沒錯 我剛剛這樣講 有人是實地屋這些東西 不可能的 好 布魯斯怎麼樣你知道 他也很保 他就混進什麼 混到 因為他沒有 師出沒有名 他就混到 NATOMA Bay 就是這一艘 這一艘航空母艦 NATOMA1號航空母艦的 退伍軍人協會 他跑去裡面 要想要去查證一下 對 所以他就去 他就偷偷的查 跟裡面的退伍軍人聊天 後來真的找到了 就是這個詹姆斯的同僚 剛剛有講 小男還在夢裡面講 捷克拉森對不對 他找到了捷克拉森 捷克拉森證實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的同僚詹姆斯 在硫磺島戰役之中被擊落 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兒子告訴我的 他說歷史上有這一段是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知道他被擊落的細節的部分很少 甚至人家不知道 他是從NATOMA1號起飛的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一艘很小的護衛航空母艦 不是正規的艦隊航空母艦 而且他架的F4U戰鬥機 其實在當時是很新穎的 這不幸擊中了引擎 造成引擎著火 他來不及跳傘 所以訓國 但是你兒子這麼小 怎麼知道 詹姆斯的身高也不高 他只有160公分出頭而已 那在美國人來說算個兒小的 所以回到剛剛我講的 詹姆斯在夢境裡面說 飛機著火小個兒逃不出去 你怎麼知道詹姆斯的確也個兒頭不高 他就告訴他 都是我兒子說的 所以他們現在講的都活靈活現說 怎麼可能才兩歲的小孩 還不會閱讀 還不會什麼 還不會看電影 他可以講出整個詹姆斯訓職的真實過程 結果納托馬軍人 那個航空母艦的退伍協會 也大大折折稱奇 大家都不得不信 很有可能小詹姆斯 是被老詹姆斯給投胎轉世的 小詹姆斯他講的話 可以注意到的是 他許許如生的 敘述在整個航艦上過程 還有在飛機空戰的過程 但他敘述這些話 跟本來的飛行員詹姆斯的整個生平 卻偏偏不謀而合 小詹姆斯他是詹姆斯的投胎轉世嗎 是 我們剛剛幹哥有講到 事實上小詹姆斯的爸爸 他是一直不相信有這個投胎轉世 因為他們家是全程的基督教徒 所以他一直不相信有這個輪迴轉世之說 可是他的媽媽安吉亞 就是很相信 他兒子真的是這個飛行員投胎轉世 所以後來他就去找了這個專家 這個專家叫做卡羅 然後他出了一本書 叫做兒童的前世今生 他是專門在研究這種有前世記憶兒童的 他們一些這個臨床的經驗 後來他找了這個專家來討論之後 他們發現像詹姆斯這種 像是這種投胎轉世來的 他們都有共同的特徵 譬如說他們都是在兩歲的時候 會開始做噩夢 夢到那種前世一些不好經驗 所以像詹姆斯一樣 常常會做噩夢尖叫 另外一種他們就是對這種 當時死亡的情景 都還記憶猶新 死亡情景歷歷在目 對所以他這個專家就跟他媽媽講說 那你這個小孩現在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就要回去跟他講說 好詹姆斯你前世的這種不好的經驗 都已經過去了 你現在是安全的 現在是安全的 所以你要讓他有安全感 你才不會繼續再做噩夢 好那些人既然就是說他們一家人 現在都慢慢的相信說 這個詹姆斯是這個飛行員投胎轉世的 那他爸爸就會好奇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選擇投胎到我們家來當我的兒子呢 結果那個小詹姆斯也很鮮 他說我相信你是一個好爸爸 他說你被人笑 你怎麼可能知道說我是一個好爸爸 他說你不要不相信 你跟媽媽是不是在夏威夷的時候 來慶祝你們五周年的結婚 然後當時你們住在一個粉紅色的旅館 還在沙灘上浪漫的慶祝 所以這時候我就覺得你應該是一個好父親 怎麼他兒子都知道 所以他就覺得很生氣啊 既然你連這種細節你都知道 所以他就說呢 我當時看到你們應該是幸福的家庭 所以我投胎來做你的兒子 好那另外呢更特別是說呢 他這個詹姆斯他有三個非常他喜歡的這個玩偶 他就把這三個玩偶呢 就取名叫做比利 李昂跟華特 然後他媽媽就問他說 為什麼呢人家都會就是取 你怎麼會特別取這樣子的名字 他就跟他媽媽講說呢 因為這三個人呢 是來接我上天堂的人啊 然後他媽媽就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會這樣講呢 後來他爸爸不是有去查證嗎 後來發現說這個比利 李昂跟華特 真的就是當時在三個殉職的名單 也就是他的同僚 所以這些 他講出這些很神奇的例子 就可以真的證實說 他真的是那個二次大戰飛行員 轉世投胎來的 然後最後呢 他們就帶他去找當時這個詹姆斯 他唯一在世的這個親人 就是這個84歲的姊姊安 然後就安排了他們一個 非常溫馨的重逢 然後也跟他講說 他弟弟當時是什麼 殉職的 然後後來呢 他也帶他 帶這個小兒子呢 去找他當時現在還在的一些同袍們 結果呢 他也同言同語就說 你們怎麼都變得這麼老了 廢話 當然啊 你都已經投胎轉世了 當然 當時跟他這些同袍們 當然都變老了 但是說也神奇喔 他們一家人最後呢 是到這個詹姆斯 當時遜難的這個太平洋海域 去做一個獻花製祭 那說也奇怪 就在這個獻花製祭完之後呢 這個小詹姆斯就真的惡夢 再也沒有發生過了 人能不能投胎轉世 目前來看 仍然是個謎 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並不相信 但是人啊 如果投胎轉世 變成鸚鵡呢 韓斌 這樣的感覺好像有點奇怪 是 其實這是一個很詭異的案子 因為一個人的先生過世之後 他居然用郵購的方式 把他先生找回來 郵購找回先生 對 這個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個案子 就瑞士有一個大學女教授 叫史貝克 那他的丈夫 因為心臟病把他做去過世了嘛 過世了之後 他就當一個人很難過啊 然後他就想說 他是不是應該要找一個 什麼東西來發洩自己的心情 讓自己紓解一下 自己緩和自己 然後就想說 那我養個寵物好了 對 然後就透過那種郵購物 用寵物來陪伴他 對 就行這樣嘛 就是利用郵購 他就買了一隻很貴的鸚鵡 然後鸚鵡 因為這隻鸚鵡 價格非常貴 當初店家跟他保證 這隻將來長大 一定很會講話 然後他就 OK 他就花錢買了 買了之後 就是這個在他丈夫 死後六個禮拜 那個鸚鵡就來了 來了之後呢 他又想交這隻鸚鵡講話 那他本來想說 那我就叫他耶維斯好了 然後結果他就交 就跟這個鸚鵡講 你以後就叫耶維斯 耶維斯 耶維斯 結果那個鸚鵡就不理他 就一直 就一直就自己在那邊 自己叫自己叫 艾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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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艾米艾米 這樣一直叫 那問題他老公 真的就叫艾米 他就想說奇怪 對啊我從來沒在這鸚鵡面前 講過我老公的名字 他為什麼一定要叫這個名字 那他就覺得很怪異 然後問題是 你就叫他其他的名字 叫他耶維斯什麼 他就是不要 他就是不理你 就叫他艾米 他才要答應 然後後來他就更怪的就是 他跟他相處的過程中 發覺只要是 他們兩個夫妻熟悉的事情 他總是能夠講出一些關鍵字 比如說他會突然之間講 五月二十五號 五月二十五號是什麼日子 是他們的結婚週年紀念日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說 他就把他 他們的結婚紀念冊 拿出來看 那隻鸚鵡就會乖乖 在旁邊跟他一起看 很奇怪 非常詭異 對啊 就好像完全 完全都跟他丈夫生前一樣 然後他就 他自己也覺得很訝異 這是不是自己有點怪怪 然後就跟他朋友講 他所有朋友當然聽到 第一個想法就是 你不要緊吧 你是不是 異夫成狂 相應老公想太深了 對 然後可是問題 他的朋友到他家裡頭 來跟這些鸚鵡 就是接觸過 談過之後 每一個人都相信 真的就是他老公的轉世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老公 幾乎只要跟他老公 有相關的一些 有特徵的東西 他都能夠說出一些關鍵字來 那這個就非常非常詭異 然後他後來就想說 不會這麼巧合吧 他去查這隻鸚鵡的出生資料的時候 一看 這隻鸚鵡的出生那天 剛好就是他丈夫過世那天 完全一模一樣 那這個真的非常詭異 那當然也有一些專家並不相信 並不相信之後 就去現場實際 去跟這隻鸚鵡接觸 接觸之後也發覺 因為再來說 我們說一般正常人都會想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史佩克女教授 他因為他不斷提起他丈夫的這些東西 讓這隻鸚鵡去記得這些東西 結果後來他們發覺根本不是 那他其實他現在反映到像一個什麼情況 就好像是一個本來很有智慧的人 因為你進到一個 就是比較智慧量容量 沒有那麼高的一個身體頭 所以你只能記得殘存的一些記憶 就是一些關鍵詞 那你只要提到這些關鍵詞 他就會有反應 那所以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轉世投胎 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史佩克教授是這樣相信 人投胎轉世成為鸚鵡 讓你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在雲林麥寮有話 居然有人借屍還魂 而且還真人真事 我不能講他借屍還魂 應該講他轉世還揚 轉世還揚 因為這個故事是一個真實性的故事 這個主人翁叫做朱秀華 在當年823炮戰發生的時候 因為金防部他受到了國防部的命令 說所有金門的居民最好撤離金門 以免被炮火擊中 所以那個時候金防部就弄了很多的船隻 一般的普通的船隻 就是希望把這一些金門同胞 通通都運送到台灣來 結果就有一艘船 就是朱秀華的一家人 因為船難 因為823炮戰沒有多久以後 就突然發生一個颱風 好 因為颱風來 然後他就順著就漂流到了海豐島 就是澎湖的海豐島 那海豐島因為朱秀華 他身上有帶有黃金 那他又碰到了船難 那碰到了船難了以後 就有幾個漁民想要救他 結果呢 因為他有黃金 所以呢 漁民又把他推下海 當然也有人說不要把他推下海 但是那個支持朱秀華的那個漁民呢 就被同伴恐嚇 如果說我們拿了他的黃金 你把他救活了 而他又來舉發我們的話 按照當時的律法強盜搶劫是要 唯一死刑 唯一死刑 所以呢 他們又把朱秀華給推下海 所以當時的朱秀華才17歲 他就被推到海裡面去了 對 海裡面去了 他海裡面去的時候 他的魂魄就漂流到了 魂魄是漂到了所謂的台西鄉 雲林台西 這個是真實的故事 他漂到了台西鄉以後 像包含城隍廟 包含各個王爺跟玄天大帝 他們都在那邊溝通 說他陽寿未盡 他應該要回到陽間來 陽市來 然後就明隱約約的告訴他 說在雲林麥寮 雲林麥寮有一個林網夭剛剛往生 你可以去轉世還揚 是怎樣 結果呢 各位曉不曉得 林網夭過世的那一年40歲 那他只有17歲 這個中間相差了23歲 那中間相差23歲 那剛剛好林網夭過世 過世他的老公就 那個身體是冰的 可是他的脈搏還是微微的跳動 那三天以後 三天以後 他想他再去看看 結果到了第四天 他老婆又活過來了 然後就跟他講了很多 他根本聽不懂的故事 他是說他不叫林網夭 他叫朱秀華 所以他林網夭的身體裡的魂魄 已經變成朱秀華了 對 然後他除了說 他叫朱秀華不叫林網夭 就是說林網夭所有的習性 從口音生活舉止 因為林網夭不是字 他居然可以書寫 醒過來就可以書寫 對 然後他的腔調 也不是賣療腔 反而是金門腔 然後最重要的他的口味 吃飯吃菜那些 像林網夭是喜歡吃肉 那他是盧素 就是說跟他從前的 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那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他甚至於連他的岳父 連他的岳父他都不認識 當然連他的岳父不認識的時候 那他先生就是非常的著急 他連他家人都不認識了以後 他先生就到他去到處求醫 結果到國軍高雄總醫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那個 整治的大夫剛剛好是他唐俗 他馬上唸出他唐俗的名字 然後跟他講 我的身世過程到底如何 他的唐俗聽得非常奇怪 就說假如這樣子的話 他叫護士叫他審生過來 看你認不認識你的審生 結果他也能把他審生的名字 通通講得清清楚楚 然後再把他這一生發生的故事 再講個一遍 那大家就非常的詫異 就是說還有人為了朱秀華 真的跑到金門去 說他家庭長得什麼樣子 如何如何如何 結果通通講對 那這件事呢 就是他的叔叔認為 就是因為他叔叔本身是個醫生 他叔叔本身是個醫生 各位看 這個就是朱秀華女士 這個就是朱秀華女士 那他的叔叔認為說 是不是精神異常 結果經過鑑定 都認為精神狀況良好 所以就是朱秀華轉世 還揚的故事 各位曉不曉得 日本來台灣拍過紀錄片 對他本人拍的紀錄片 所以連國外的媒體 都到台灣來研究了 香港也有 香港也來研究了 然後泰國 泰國就來個兩三次 甚至於高僧想要幫他操作 說看他的魂魄能不能回來 結果那個高僧說 他沒有辦法 把過去的魂魄把它引渡回來 就是日本也好 香港也好 泰國也好 這三個國家或者三個地區 對於他的身份